大家好我是肥仔 我沒有談過戀愛 也還沒有打算談 不過說到會不會有期待 可能還真的有那麼一點點吧 不過那都是過去的事囉 自從我看了灰夜姬想讓人告白之後 我開始好害怕談戀愛啊 原來談戀愛是一件這麼需要動腦 這麼需要算計心機的事嗎? 灰夜姬第一集一開始先從主角兩人的關係說起 兩人都是校內風雲人物 現在在學生會共識 周遭也時常有兩人在交往的傳聞 那麼實際上兩人又是怎麼想的呢? 先看男主角這邊 男主角覺得傳言又跟我沒關係 讓他們去傳好啦 但是女主角真的有意願要交往的話 那麼主角也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那麼女主角呢 基本上是想著一模一樣的事 兩個人都認為在戀愛中 先告白的那方一定先吃虧 自己主動告白等於放低自己的身段 這樣對方就會處在一個比較高的地位 這兩個人的自尊心這麼高 是不可能讓對方爬到自己頭上的 最後兩個人得出一樣的解決辦法 只要我讓對方向我告白不就行了嗎? 哇靠!這兩個人真的是邏輯鬼才 哇!你說我怎麼就想不到呢? 於是兩人就這樣不斷地在日常生活中費緊心思 就為了讓對方栽在自己手裡 有一天 另一個學生會的同學拿出兩張電影票 說是家裡的人不讓他去看 就想把這兩張票讓給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開始警覺 沒錯 戰爭已經開始了 要是誰先表現出期待的情緒 那麼他將被戀愛的戰火吞噬啊 為了極力避免這個結果 兩人開始利用自己的大腦進行高速運算 不斷地去猜測對手的下一步 再去猜測下一步的下一步 當兩邊都運算得差不多了 都已經找到最佳解答的時候 學生會會員又掏出一份電影套票啦 這個突發事件把這場戰爭推向幾乎無解的狀況 有太多可能在同時發生 兩位主角無法繼續推算情況 就這麼過熱當機啦 也就是說 這樣戰爭沒人獲勝 而且因為讓自己看起來很蠢 所以兩個人都是某種程度上的輸家啊 當然戰爭還沒有結束 兩人馬上又展開了大規模衝突 這次的導火線是女主角收到的情書 情書中熱情地邀請了女主角一起吃個飯 一聽到這個消息 主角動搖得很嚴重 筆都給寫斷啦 主角重新冷靜下來 想起了自己學生會長的身份 如果身為學生會長 就可以用維護校園風機當掩護 進而阻止女主角赴約 這樣聽起來完全不像是出自個人意願 也就沒有告白的嫌疑 可以說是毫髮無損地打出了一套完美的傷害 非常漂亮的一手 那麼女主角又怎麼接招呢 女主角仍然表現出執意赴約的態度 還用了這次真愛的說法 化解了主角的效規懲罰攻擊 然後戰況再度膠著 不管是哪一邊的說法都很有說服力 為了打破僵局 兩位主角的大腦再次開始高速運轉 然後又不斷地算進心機 不斷推測對手的下一步跟下下一步 然後你猜怎麼樣 繞了這麼大一圈 我們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的啊 學生會會員再次中途亂路 一把鼻涕一巴眼淚的挽留女主角 最後女主角實在受不了 只好放棄接下來的任何行動 於是這場衝突 在學生會會員的介入之下 變成了女主角的敗北 看到這裡我就想說 雖然男女主角兩人頭腦很好 很會算計 可以算計對方的心理 算計對方的反應 但是面對混沌本身 你還是放棄吧 沒人能算計這玩意的啊 只要這個混沌本人 還和男女主角待在同一個空間 這場戀愛戰爭的結果 會如何都說不準啊 本期節目到此結束 想知道更多動畫雜談可以訂閱我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哦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肥宅 下次見